今年黑兔走入青龙月,欲盡不重,不可说 现在流行不轻这两句,因为黑兔已经捐入青龙月 不轻说,那轻说哪一句呢? 他说什么呢?有一军人夜戴公,声言我是白头雍 东边门内补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 哇,这直接是粤语长片,毛头东宫的桥段,对不对? 摆明有个军人戴着公,屎火了,凡是个名字里面有张公的 那是什么?姓张,强,强字是带着公字 声言我是白头雍,雍字有个语字的下边 白头雍有个白字,语加白是什么字呢? 这个,不要乱说,这些东西是杀头的,国家安全的 后面那两句更惊险,东边门内补金剑 哇,真是勇士夜深入帝宫 我想这样做不做吧? 所以,这些民间迷信,这些潜语 我相信我们今上这么证明,是会很小心看的 所以,凡是有个公字的那些人,那些姓氏 他又特别小心,所以又解开了 为何军委六个主席 为何李尚福,李尚福整个腹头嘛 他就中了招了,对不对? 为何张又合到现在不出现呢? 咦?你姓张的嘛?那也算了 张声闻都中招,又是这么巧的? 真是老鼠柳猫庙,飞机撞紫妖的 这样就不止了 嘿嘿,总理李强嘛 小强,你做什么公字的? 哎呀,惨了 所以现在李强呢,就前两天了 竟然被人爆出来,原来这个总理呀 他的老婆呀,不是女儿呀 涉嫌在外面有什么资产,这个女儿还加个鬼佬呀 搞到外面的资产,几百亿那么多呀 咦,中国历史上,凡是出现这些风气吹了出来的话 咦,小心呀,就闻到老婆的味道 那你说不是呀,石修哥哥 李强总,你是习主席亲信来的 看看,他十几十年前,一起在浙江的时候 两个大好青年,在一条溪边那里 就拍了肩膀那样,两个青年英俊 凡是要浴树林峰猪肉个月,在河边那里 真是亲如兄弟,情如手足,怎会这样呀 你真是读书读得少,凡是一个专制独裁者 一个帝王,什么叫帝王术呢?你越近我 当你觉得我越信你,定时定后我就哼你一刻 清清楚楚告诉你,叛君如叛夫啊,小子 我和你不是很熟的,大家如果看雍正王朝 乌斯说一句什么话,同十三爷 《与贫民交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 可以共富贵不能共患难 《与帝王交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 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 《与贫民交可以共富贵不能共患难》 《与帝王交不同的》,为何? 他说是帝王心术来的,尤其是姓张 有把弓那两个突然又不知去了哪,失了钟 没人告诉你现在去了哪,也找不到,也不知他有无事 当时问外交部发言人,他说,呃,欧迎了个个 这个发言人真是义座,这个问题我听得不清楚 这个问题请你问过,大哥说得很清楚 关委会里面姓张那些,名字里面有把弓那些去了哪 下次麻烦那些外国记者省一点点 为何这么巧都是有把弓那些人突然间失了钟 凡是这些事这样出现,空缘来风,未必无因的 别忘记,今上,圣上,他由2012开始,基本上入了政治局 开始,掌权开始,其实在海外,他广报了很多这些打手 文化打手应该说,定时定后就把消息出来 就对一对你,给你射一箭,给你射一箭 让你醒一点,让你这些人不要飘,这是帝王管治术的其中一招 这个不是什么草船借箭,这个是十足十学哪个呢?毛泽东 毛泽东当年,在延安那里,一路跟他很熟,那个医生 就是那些近身示威,他耐不忠,一年里面 他就会找一两天出来,平时服侍,老母服侍得很好 你要吃鸡就吃鸡,吃豆腐就吃豆腐,吃瘦就瘦就瘦 你要吃哪里,立刻做一样做给你,这样都中,来不忠做你一两天 要你这样写,检讨,检讨,原因在哪里呢? 老毛在后跟李智衰讲,在李智衰这样回忆讲 老毛是故意的,因为为何呢?他就令到下面的人 觉得天威蓝策,记住大家,一个聪明人 你在一个圣上面前一定要扮蠢,你不要说, 杨修之死,大家记得一盒书,在门口写个什么字 当然他写个活字,我觉得不是的,八万款我出个理题 杨修在曹操行完庭院时,他在门口写个什么字 答案A是水字,B是小字,C是七字,D是九字 还有一个是活字,当然启泰不识读那个字 即是这样讲笑这样讲,聪明不要外露 尤其是对皇上这些人,他知道了的话 他就一定要整固你,亨你,就令你觉得 嗯,不可以给下面的人知道我心思想些什么 这个是大忌来的,李强是否知道 这些人说习主席有心思,当然不是啦,而问题是大家看得到 现在摊开来讲,很多人说中国现在很稳定 OK,我们关上一本书,盖上去,盖上去,盖上去 试问有一个国家全世界,你不要只是想中国先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他的外交部长做半年不够下来 他的国防部长突然间又炖了冬菇 那请问你原来这个国家是否很稳定 国防与外交,即是香港联合声明说明香港人 都没有资格管这件事,一定是中央最顶的那个 喂,国防,一个对外,一个对内,即是两个都对外的 但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部门来的,咦,突然间 那些头,喂,你阿sir在哪儿,最高领导人在哪儿,咦,咦,咦, 喂,大哥,你不要理哪些国家先,任何一个国家出现这些情况 大家认为这个国家是否很稳定,我不是说我们中国不稳定 即是在我们习主席领导之下是恩恩向为,即是可以 现在带领人类在找一个新方向,为人类指名 指名出路,我们当然是有信心,在这个指名出路的过程 可能有些人现在不想,跌下,即是扑街了,即是他们不够省 包括现在这个总理,小骄,还有也可以看到一件事 凡是出现这些情况,国防外交出现这些情况 即是表示里面一定是斗争斗到韭菜,开片开到韭菜,即是这方面 当然了,即是李强这个情况之下,即是习亨去, 还是有其他别有用心的人,射一射去一战, 就希望坐下李强那位,replace这个位呢? 喂,不奇的这些东西,对不对? 即是你会看到的这十几年,很多在海外这些消息, 凡是有这些消息出现的话,即是表示,有人要哼哼这条人 醒定点啊强仔,我只眼看着你,你不是那麽干净啊, 现在被人爆出来,好像你的家族贪了900亿啊, 900亿啊是阿汤的,900亿啊,是不是? 你会看到这个罪名一旦坐实的话是几恐怖的呢? 但问题是什么?亨一亨,当然很多人说, 现在那些什么海外的文章,李强那样显示到什么? 什么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 你有个外国的身份,真的不要这样讲, 那我们习公主呢?是不是? 人在美国,但我绝对相信习公主是身在曹营, 心在汉的嘛,怎可能的事呢?是不是? 这件事不成立的,你说如果家人有外国的身份, 就等于不忠诚,不对? 但整件事就可以看到,第一,那个帝王心术, 今时今日就半军如半虎了,第二,坊间传言, 今上是相当迷信一个人,相当迷信风水命理的一个人, 我们是阿豪师傅,大家留意着,要是他升天, 即是资品升上,要是升仙,所以我经常提升阿豪, 有些什么事,我好肚痛,不跟你上北京, 即是这些什么事,即是现在我们豪师傅, 不是讲笑的,不是开口中的,人是有了道的, 是不是?所以说,凡是这些事, 即是外间传言,今上是一个迷信的人, 最初我不信的,但现在,即是飞机撞紫妖, 老鼠生怒猫是什么,即是这么奇怪, 即是有一群人员带工,真的有工那些全部, 这期全部失踪,所以,好幸我, 阿豪师傅那三个字都是带水的, 如果推配图有一篇东西,有一傻佬周身, 就惨了,真的我着草都不行, 所以说,宁可信其有,这些什么事, 即是李强的事件是怎样, 我会从一个比较乐观的方向去看, 因为圣上是英明的, 他提一提醒总理大人,叫他不要飘, 叫丞相大人起风,不要那麽飘, 定点点,李强听到,即是戒慎恐惧, 全心全意,服侍圣上, 为人民谋福利,应该是这样的,是吧?